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圣浩TV,我是圣浩 在上两集呢,我分享过如何通过Wiz这个网站 回一个属于自己的网页,是不需要Program命令Quiz的 之后呢,我还有教导各位如何有效的edit这个网站 这一集呢,我将会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让自己的网站在Google上面比较容易被找到 现在我就去一下 其实要设定一个让Google可以找到你的网站呢 其实是蛮容易的,进到这个网站的时候 只要找这个Gate File on Google, Improve SEO,然后Start Now 做几个比较普通的设定 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要打5个你的网站的关键字 这5个关键字呢,其实就是要如何找到你的网站 假设你是卖电话的,你就要打电话 然后电话 accessory,电话壳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这个是一个tutorial 所以我这边就加online business 所以最多只可以打5个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我们这个keyword 这些keyword呢,会不会有人找得到哦 所以你就analyse mykeyword 所以从这样子看来我的keyword还算是 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去找 这边也有给你一些suggest的keyword 如果没有什么要改变的话呢,就按蛋 然后Create SEO 现在开始这个wiz呢,就会带我们 step by step的把你的这个SEO调到比较更好 所以我们let's go 这里呢,你有一几个cherrys一定要做的 就是让你的wiz才更能吸引到更多人的 现在前面两个我已经做到了 还有这个就是upgrade page SEO title go for it patch menu patch SEO patch SEO 所以已经set好了,我就回去看 当你set好过后呢,按refresh就行了 所以现在你follow wiz的SEO set out教学呢 step by step的把它做好了 你的wiz就会比平常人没有做SEO的更容易被其他人找得到 当你set out好后呢,直接关掉它就行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keyword还不是很好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边按edit重新改过 以上就是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SEO的教学 其实在wiz这边呢,set outSEO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跟着它几个步骤呢 step by step的做下去 你的wiz就会比平常人更容易被找到 SEO的关键字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你需要通过一些资讯,一些管道才可以找得到这个SEO 说这个SEO呢,不是单靠自己的第六改 它通过一些数据 这些就需要上课了 我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我的影片呢,对你有所帮助 然后你有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帮点击个line 然后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盛号TV将不时更新关于科技与生活上面的资讯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盛号TV的话呢 赶快订阅 我是盛号,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